荔枝好吃 但是包皮啊 土糊啊 有点麻烦 像我这样的懒人就觉得费劲 而广西灵山的荔枝就够贴心呢 人家可以实现 吃荔枝不土荔枝糊 咱们就跟随总裁记者江亚洲 到荔枝园尝上去 我现在就在广西灵山 在这个600亩的果园之内呢 种植的全都是这种无核荔枝 从外观上来看呢 无核荔枝与普通荔枝 都是红果果绿叶叶 但是仔细观察呢 我们会发现 无核荔枝的树叶更加茂密 果壳鲜红且更加平滑 这种荔枝是经过多年 幽中选幽才培育而成 它们的无核率 可以达到95%以上 这里透露给大家一个小秘密 当地的果农告诉我呀 像这种粮粮长在一起的 并地双生果 无核率能达到百分之百 此外还有好试成双的美好寓意 像我们平常吃荔枝呢 不仅要包壳还要土壳 但是我们这种无核荔枝 它不仅没有核 它这个皮也很好包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果皮很薄 而且果肉很厚 那我们摘一个看一下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 我们顺着这个果壳上的这条馅 挤一下 这汁已经爆出来了 然后再这么一掰 一个完整的果肉就出来了 是不是很简单 那我们咬上这么一口 满满的都是果肉 而且全都是香甜的这种汁水 一定是非常的满足 简直是懒人的福音 那我们在延下日吃上这么一口荔枝 治愈的可不只是蛇姜 我和荔枝呢 不仅好吃 还不容易上火 而且它的壳也是饱 用它来泡水喝呢 还可以降火 小朋友们 这个荔枝好吃吗 好吃 荔枝好吃 但是荔枝树 确实需要精心呵护 当地新农人们采用光驱壁技术 在荔枝果园挂灯 绿色防孔地柱虫 既节约了劳动力和成本 又做到环保无公害 果实吃起来呢 也更安心更放心 而且到了晚上 漫山遍野灯光展展 犹如点点星光 成了夏夜里一道独特 而又浪漫的风景 因为我们领山递出这个压夜带 归风之后 这个光照充足 雨量充溃 这个荔枝就有皮薄 皮薄和小 肉厚清甜的特点 我们领山这个荔枝中极面积 的话达到了42万亩 这个五核荔枝的话 有0.7万亩 这个某产量的话 这个有750公斤到1500公斤 按照今年的西厂扎算的话 它的产值达到2万到4万5块钱一毛 这个经济效益非常的口观 红红火火的果实 也为农民带来了红红火火的日子 除了荔枝鲜果之外呢 当地还开发了像荔枝果干 荔枝酥 还有荔枝醋这样的身家工品 继为农民打开了销路 又为消费者增加了选择 那这个夏天 怎么能少了和荔枝的约会呢